HELLO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在21世纪初期 日本NHK电视台曾经公布一份 《日本人喜爱的事物》调查报告 当中在历史人物这个项目中 前两名都被战国大名给包办 分别是知田信长与德川家康 他们也算我们英雄说书频道的熟面孔 不过紧追在后的第三名就不简单 有人形容他是木末黑暗时期中 最闪亮的一颗流星 在历史舞台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 划过天空后却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替日本照亮了接下来的明智维新之路 没错终于要轮到介绍我们 出身土佐的豪杰 拉开近代日本政治改革的序幕 老观众们从之前两支新选组的影片 应该都猜得到了 那可以说是用 和新选组相同的地方是 版本龙马的人生经历 是许多二创艺术作品热爱的题材 最早在大政年间 公元1911年就被搬上了大荧幕演出 后来60年代更有大家熟悉的 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 撰写长篇小说《龙马行》 累积到今天为止的电影电视剧动漫改编作品 是多如繁星 而版本龙马故事之所以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除了它在一个大时代关键转列点上 敢于实践自己理想 尝试去推动历史齿轮的勇气之外 其洒脱的个性充满魅力的口才 更是令许多人深深着迷 我打算用两集影片的时间 来跟大家聊聊我所认识的版本龙马 而这一切的开端 就从龙马的故乡 孕育木末志士的摇篮 唯心之门 土佐国开始聊起吧 土佐国位置在今天四国岛上的高支县 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县市 由于在幕府末期 他们积极推动经济与政治上的改革运动 和另外三个凡国 分别是萨摩、长州、肥前 并称为萨长土肥四大雄凡 后来的明治维新时期 贡献了很多人才进入新政府工作 当然啦这有好有坏 未来有机会再聊 喜欢日本战国的朋友听到土佐 一定会想到那一个 看似瘦弱实则勇猛过人的战国大名 他其实也与龙马的祖先渊源有点关系 当时原青能够统一土佐 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叫做一领巨组 白话讲就是更有制度的兵农合一 然而长宗我不佳的快乐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大家熟悉的官员之战到来 他们加入了西军 最后被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打败 还受到惩罚性调度 没收了对土佐国的统治权 家康把土佐改封给自己的家成 跟随山内一封前来的还有很多武士 他们被称为上士 这个上就是比较高级的意思 有上就会有下啦 原本在长宗我不旗下那些 一领巨组的武士阶级 就是下士了 也有人称之为乡士 因此大家可以理解 这些所谓乡士 跟德川家康建立起来的幕府 是有过节的 间接也导致了在幕末年代 很多出身土佐的乡士 选择用托凡这种行为 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不满 进而成为推动导墓的动力 当中呢 包括龙马在内 有八个很有名的年轻人 被称为 如今在高知县的桃园町 还能看到纪念他们的同乡 好啦 话说回我们的主角版本龙马 他是在1835年11月 出生于土佐国的陈夏丁 身份哦 就是乡士 不过这个身份呢 是买来的 因为啊 据说他祖辈是经营过 酿酒与丝绸业的大商号 店名叫做彩谷屋 累积了不少资产 后来分出了龙马爸爸 这一个知戏 在司马辽太郎的小说中呢 还引用一个更戏剧性的传闻 他说啊 龙马家人是明治光秀的家臣 明治秀满的后裔 在本能寺之变后逃来四国 因为落脚在长冈郡彩谷村 所以用这个来替店铺取名 无论以上传说真实性有多少 在家族经济支援下 使得龙马的童年过得上称宽裕 而且后来呢 他行走江湖时有个化名 就叫做 柴谷梅太郎 把柴谷屋的名号拿来使用 算是一种对祖先的致敬啦 其实龙马这两个字呢 也并非本名 他原来的名字是 版本直柔 会被叫做龙马的原因 有几个常见说法 有一说呢 是跟历史上很多名人相似 父母亲在生下他之前 做梦梦到飞龙啊 飞马等祥瑞之兆 因此拿来当作昵称 另一说是呢 当时啊 有一些与龙马往来的书信 是称呼他为两马 在日语发音呢 读作六马 刚好我和龙马相同 所以后来汉字呢 大家也就没再特别区分了 龙马呢 早早啊就被安排 进入家乡附近的私塾念书 不过他小时候身体瘦弱 还有尿床的坏习惯 经常啊被同学欺负 加上呢 母亲在他十岁这年过世 对于小朋友来说 那个情绪压力 确实比较难以排解 小龙马上学没多久 就因为和别人打架而退学 没关系 他上头呢 有一个姐姐 名叫板本仪女 这时啊 跳出来解代母职 一肩挑起教育龙马的重责大任 不要小看武士家庭的女孩哦 她可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丝毫没有入墨了家风 根据史料记载 姨女姐姐的身高呢 有五尺八寸 体重约三十罐 换算成今天的单位 那是175公分 超过100公斤的职业运动员体格哦 姨女不仅能够熟练的使用长剃刀 骑马射箭剑道 乃至于吟诗和歌演奏三位线等乐器 通通难不倒她 完全就是一个文武双拳色意兼备啊 我说的是武士本色 可以想见 姨姐对小弟龙马的教育是不可能轻松的 不光是书本里的知识要学 体育方面都别想荒废 举例来说 姨女为了让龙马学会游泳 特别带她到河边 接着拿起竹竿 噗通一声把弟弟戳下河 嘿不要骗我 你才不是姨姐 你是海陆两栖征搜大队的魔鬼教官吧 别说游泳了 连长年以来的尿床坏习惯 都在姐姐接手管教之后呢 烟消云散 龙马成年之后 也曾多次表达对这位姐姐的感谢之意 他们毕竟还是姐弟亲生啊 版本龙马从14岁在家乡小丽流道馆 开始学习建树 18岁前往江户的北城一刀流道场进修 没错 这跟新选祖的山南进驻 是同一流派的 龙马没有辜负姐姐的铁血之道 19岁就获得免许皆传认可 达到可以开馆授徒的等级 甚至还被认为 已经超越他建树老师千业定级的亲生儿子 要接班到场都没有问题 然而当一个建树师范 或许不是版本龙马最终的人生目标 与此同时呢 他还收到一个棘手的请求 有个来自屠左的同乡啊 知道他武艺高超 对他开门见山表示 龙马啊 我们需要你去执行暗杀任务 这位邀请龙马去当杀手的人 名字叫做武士半平泰 他是屠左凡出身的乡士 也跟龙马一样曾经到江户留学 因此接收到了攘夷派的思想 要知道啊 版本龙马18岁在江户舰道馆练剑的时刻 正好就撞上了公元1853年黑船来航 有理想有报复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不关心世界大事呢 龙马自己都曾在书信中提到 立志取疑人手机 不过半平泰要杀的人是谁 为何要用如此激进的暗杀手段呢 这个就与我们开头提到的 屠左凡历史背景有关了 屠左凡在官员战后 受到山内一封统治 因此他们对于幕府 处理外国势力的政策 是相对友善而且配合的 但是啊 我们在好几支影片都提到过 幕府中后期的日本 其实面临内忧外患 历经地震火山爆发饥荒等等问题 百姓都吃不饱了 对于执政者的不满呢 也累积到临界点 黑船事件哦 说真的 只是一根点燃你怒火的火柴 关于什么尊王攘仪啊 公武合一的讨论 欢迎参考我们新选组上集的介绍 镜头呢 回到受到境外势力冲击的日本当下 即便是亲近幕府的屠左凡啊 都要面临攘仪派胜入的危机 譬如武士半平台 他就带着满腔热血 在江户呢 成立一个名为 屠左勤王党的组织 打算号召同乡治世 让权威重回天皇手中 然而现有的凡主 会这么简单同意你的意见吗 当时屠左凡主是山内风范 他是因为政治风波才接班的 上位时呢 年纪仅仅14岁 想当然而大权不会完全掌握在他手上 而是有另一个重要的人物 屠左凡参政 高等武士 吉田东阳 这就是半平台想杀的人 参政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凡主的代理人 重要性可见一般 而且吉田的背景也很有趣啊 他老祖先呢 曾经侍奉过长宗我不佳 后来改朝换代就选择隐居 照理讲应该是低等级的下士啊 嘿嘿 后来呢 山内一风亲自邀请他们吉田老阿公 出山从政 并且特别授予上市的身份 这种外来政权利用本土派治理地方的手段 台湾人太熟了 不懂的小朋友可以回头 去请教一下阿公阿嬷 好啦 半平台阻挡后 曾经邀请将近200名 跟他一样的相识 联署一份写萌书 并且多次上书给吉田东阳 请求准许会面 好传达众人想要勤王攘夷的心声 但东阳屡屡屡拒绝 甚至还传出他亲事半平台 相识身份的言论 哇 事可忍 孰不可忍 瞧不起我相识 你现在的上市地位 搞不好还是老祖先拍马屁拿到的 这是设计对吧 大家不要当真 由于迟迟无法推动自己的政治理念 半平台最后决定采取暗杀手段 并且找上了版本龙马 当时的龙马确实有想要参与政治运作的报复 也接受邀请加入屠左勤王党 然而他对于激进的勤王手段 包括天珠之类的行动都兴趣缺缺 因此尽管建树高超 仍果断拒绝了半平台的请托 甚至不惜在1862年3月离开秦王党 并且宣告脱离屠左帆 只为了能够遵循自己的独立意志形式 据说这件事情 让他与半平台的友情蒙上阴影 原本屠左秦王党的同志们也很不谅解 版本龙马离党脱帆后 从老家高知经过桃园町 进入长洲梵境内的上关 随后又穿越三田坎 三月底来到下关码头 随后他的行踪成名 一直到六月出现在大阪 八月人就抵达江户 之所以这么低调的原因是 在幕府时期 武士如果没有经过正当程序 就擅自脱离所属的梵国 是会遭到惩处的 尽管到了幕末规定没有执行那么严格 还是要注意一下社会观感问题 因此龙马进入江户之后 也不敢随意抛头露面 而是前往一个老朋友家 暂时借助 没错 版本龙马来到了江户 北城一刀流的千叶道馆 和他师父的儿子 少主千叶崇太郎 再续前缘 距离两人上次分别 已经过去两年的时间 别说什么才两年 对年轻人来说两年的改变何其大 更何况呢 那又是处在一个 急剧变动的时代 龙马在屠左经历了一番天人交战 决定主动切割自己与同乡武士的羁绊 千叶崇太郎呢 虽然处在幕府大本营江户 但他也没有逃过时代浪潮的洗礼 我指的呢 就是尊王攘怡思想 虫太郎碰到龙马后 第一个讨论的话题 就非常攘怡 他说啊 好兄弟啊 我最近想暗杀一个人 陪我去吧 我不是龙马哦 但我尝试揣摩他的心境 我不久前才因为不想杀吉田东阳 跟徒左勤王党的兄弟们翻脸 你现在又找我去杀人 现在是怎么办 我玩的不是默默为心 是刺客教条你 只不过啊 此时寄人篱下 也不好当面撕破脸 龙马继续问啊 你想杀谁啊 先说来听听 千叶崇太郎冷静的开口 我想杀的是 担任幕府军舰奉行的 国贼圣海周 此话一出啊 龙马心中的震惊呢 恐怕是比起当初 半平泰找他刺杀吉田东阳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圣海周是幕府政权中数一数二的海军专家兼政治明星 大家听过他最有名的事迹呢 大概就是在幕府垮台时 他以陆军总裁身份去和新政府谈判 双方协议江户开门投降 免去一场血光之灾 而更早一点呢 也就是版本龙马当下 其实圣海周更广为人知的形象是 美帝文化的爱好者 美国人啊开着黑船 到江户湾威胁国门 结果呢 圣海周在1860年时 和一干幕府重城搭乘军舰贤陵丸 用超过一个月时间 恒越太平洋前往旧金山参访 回国后呢 对将军大力宣传 美国如何如何先进 也赞成了彼此贸易交流 这应该也是千叶虫太郎 不爽圣海周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 事情会如何发展呢 这里啊 先容我引用司马辽太郎小说 龙马行的情节 书上表示 版本龙马这一次 没有第一时间拒绝 重太郎的邀请 或许呢 是因为圣海周 在攘夷派人世心中 真的很黑吧 龙马决定陪同老朋友 一起去看看这个大魔王 究竟是怎样讨人厌 于是他们两人 假借年轻人 请教学问的名义 来到圣海周 位于今日东京都港区 赤板六丁目的住处拜访 殊不知啊 两人一走进门 跟圣海周打个照面 就被一股霸者之气 给震折了 没错 圣海周也是 家学渊源的高手 他和父亲呢 都出自剑树名门 执心引流 从小开始练剑 16岁就取得免许接船 只见呢 他不慌不忙 带领龙马与虫太郎 进入内厅 就像闲话家常那样开口 两位啊 梅雨之间散发浓厚杀气 你们是打算来刺杀我的吧 两个年轻人哦 虎屈一阵 还没来得及反应 圣海周一摆手 接着说下去 我不是要阻止你们啊 只不过杀我之前 可否听我讲完 最后一席话 龙马与虫太郎 互望一眼 点了点头 于是呢 把按到剑柄上的手 又慢慢松开 接下来啊 圣海周开始他的表演 口默横飞的把他心中 从18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发展的局势变化 讲解了一遍 其中当然有一些 比较夸张的地方 这不能怪他 因为大家也知道 木默锁国时期 能够接受西方资讯的管道 原本就窄 譬如 蓝学就是少数的案例 诶 这里有个巧合是呢 圣海周与版本龙马 还刚好都有在江户一位 蓝学大师 左九尖向山门下上过课 合理揣测 龙马本身就已经有一点 对外国文化的印象 搭配圣海周的说明 和他自己的想法对照 不谋而合 开始撼动了他原本对于 幕府与外国交流 是必大于力的想法 再加上呢 此刻圣海周啊 刚屡美归来不久 又加码分享了 他第一首对美国的观点 他曾说过 在美国这个地方啊 只要是人 都可以获得平等的对待 这和日本的阶级 门法主义 简直啊 有天壤之别 诶诶诶诶诶 大家别急着吐槽哦 圣海周啊 你难道不知道 美国种族冲突 有多严重吗 第一啊 当时呢 使节团只在美国 停留短短几个月 说要了解有多深 是不可能的 第二呢 圣海周就算知道 美国社会 确实有族群摩擦 也不会特别多加琢磨 因为他这么说 是有目的性的 希望透过引进西方政治文化 看有没有机会 冲击日本现有的门法架构 从事后结果看呢 他确实达到了目的 随着圣海周的演说气氛 越来越热烈 龙马杀气腾腾的表情 渐渐缓和下来 甚至主动说出 请圣先生收我围图吧 从刺客摇身一变 成为大粉丝 坐在一旁的虫太郎 应该也是傻眼 诶诶 你不是要来帮我砍人的吗 这个超级戏剧化的转折 透过龙马型的小说 渲染广为人知 but 当中 有没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呢 肯定是有的 根据一些后来史料 譬如2008年版本龙马历史大事典 还有圣海周个人的日记显示 其实版本龙马在与他见面前 曾经先去拜访幕府的正式总裁 松平春月 还拜托松平写了介绍信引荐过来 假设龙马真的心怀不轨 松平这边肯定也会发现蛛丝马迹 此外呢 圣海周日记里记载他跟龙马见过两次面 第一次啊就是在江户 地点也是上面说的自宅没错 不过与龙马同行的人呢 是两位他的徒左同乡 而非千叶崇太郎 第二次碰面时呢 崇太郎才有随同 换句话说 龙马很可能真的是存着 要去好好跟圣海周谈事情的心思 并非那么夸张的游恨转爱 另外呢还有一个证据是 龙马在此事过后 有写信给家乡的三姐 我们把镜头啊转回版本龙马加入圣海周门下后 公元1863年他就跟着老师一起前往兵库 筹备成立神户海军操练所 这是幕府培养新式海军士官的机构 龙马呢也深获信赖 在同年10月被任命为筹备阶段的所长 他不负老师的期待动用自己走闯江湖劫士的人脉 把包括图佐凡在内的许多基层武士招揽过来 加入了操练所之中 而圣海周本人是标准科班出身 早年呢就曾在长崎海军传习所训练好几年 因此培训海战精英呢 他是航阿来的 他和龙马一手打造的这一间学校 培养出了像是伊东又亨 陆澳宗光等人 对未来的日本都有相当影响力 在这段期间中呢 圣海周也想办法替龙马解决一些历史包袱 譬如他任意托凡事件 圣海周趁着与图佐凡凡主在江湖碰面的时刻 不经意的透露想请他赦免版本龙马的托凡罪名 当时凡主已经换成山内荣堂 荣堂二话不说的答应了 然而有个有趣的小八卦是 版本龙马的名气啊后来水涨船高 山内荣堂得知他是图佐凡的乡士 还跑去问亲信了 诶 这颗龙马好像很厉害啊 改天找他来见面吃个饭吧 他却忘了呢 自己早就跟龙马有过庶面之缘 而且还赦免过他的罪状了 从这件事呢 也反映出圣海周念姿再姿的阶级问题啊 有多严重 但对龙马来说 他是用另一种角度看待 在他心里呢 早就已经把凡这个概念给抛去了 图佐凡也好 萨摩凡也罢 未来难道不能都纳入新日本的框架底下吗 因此虽然他被赦免了罪名 可是当他收到凡主要求 各地凡士献其回乡的命令时 完全没有打算遵守 因为啊龙马的心思 通通放在老师交办他的学校任务上 所以回归图佐凡短短一年不到 他又再次脱离 成为让人的身份 公元1864年5月 圣海周与龙马的心血结晶 海军操练所正式宣布成立 正当龙马以为可以从此扬帆远航 完成与世界接轨的志向时 随之而来爆发的池田屋事件 却意外打击了海军操练所 关于池田屋的前因后果 请参考我们新选组下集的影片说明 经由幕府调查意外发现 有数名海军学校的学员 参与了池田屋的非法集会 甚至后来爆发的禁门之变 也有学员的声音 这使得圣海周遭到政敌围剿 认为他开设海军操练所 是为了培养激进分子 偷偷对抗幕府 结果创校那一年的11月 圣海周就被迫黯然下台 还解除了他军舰奉行的职务 隔年3月 海军操练所也惨遭废效处分 面对无情的政治斗争 圣海周与版本龙马 这一对师徒究竟该如何自处 而幕府在国内反对势力 大张旗鼓袭来的时刻 又会祭出怎样的铁血政策去镇压呢 更精彩的故事 龙马与西乡龙胜的相会 萨长同盟的历史性一刻 且听下回分晓 哈喽 利用本片片尾跟大家拜个早年啦 关于龙马下集的影片 目前正在处理中 不过由于年前工作量比较多 还有商业合作案要处理 可能要等到新年假期结束后 才有办法上传了 今年春节呢 我有特别邀请说书大联盟的好伙伴们 柳皇叔 奇幻图书馆阿秋 以及史前文化阿钱共同录制了一集贺岁节目献给大家 也请别忘了按下订阅打开小铃铛 到时候呢准备接收我们满满的祝福吧 恭祝各位 妄兔顺利 我们下次见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画面右边还有更多推荐影片可以追哦 诚挚邀请您动动手指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还有每周固定直播的副频道 穿越时空巴士等你一起来上车 如果你还想要给我们更多鼓励 也可以扫描加入会员QR Code 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赞助团队创作更多好故事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